今天娘子要讲的是一部韩国小清新奇幻纯爱电影 被掩盖的时间 女主是一个13岁的小姑娘秀琳 母亲在一场车祸中去世 秀琳跟随着继父来到了一个小岛上生活 继父是矿场爆破的负责人 心思敏感脆弱的秀琳显然无法融入这里的生活 在外人看来她就是一个奇怪的小孩 直到有一天 秀琳在孤儿院门前遇到了身世同样悲惨的成民 也许是因为心心向西 秀琳开始慢慢敞开心扉和成民成为了好朋友 秀琳和成民都相信人是有灵魂存在的 并且一直在寻找灵魂出窍的办法 秀琳也一直梦想着可以见到死去的妈妈 两个人创造出了一种只有他们两个才能认出的文字 相互写信 然后两人还发现了一个世外桃源的小木屋 成为了两人的革命根据地 一切都看起来那么美好 初恋的气息萦绕在两个人的世界 一天秀琳跟随着成民还有成民的小伙伴 一起去树林里看矿场爆破 在树林里他们发现了一个树洞 孩子们都很好奇 于是就钻进了洞里 洞的尽头是一个宽阔一些的小洞天 小洞天的池水里有一个会发光的蛋 几个人本着熊孩子的精神 决定要把这个蛋捞出来 于是成民下去掏出了蛋 接着小伙伴们带着蛋爬出洞穴 此刻秀琳却忽然发现母亲给自己留下的一个发卡丢了 于是就又爬回了洞里并找到了发卡 可是等秀琳爬出来之后 发现蛋已经碎掉了 而成民和他的两个小伙伴也消失不见了 这边因为孩子们没有回家 家长们开始到矿场找孩子们 警察也开始介入调查 却只找到了在树林里迷了路的秀琳 警察在医院里跟秀琳询问情况 秀琳却一直说他们发现了一个发光的蛋的事 于是警察带着秀琳进山去找他说的会发光的蛋 结果这个时候却接到通知 在海边沙滩上发现了尸体 而这个尸体就是他们一起冒险的其中一个小伙伴小胖孩 于是这起失踪案件就正式被定义为刑事案件 这时开始谣言四起 人们都在说秀琳继父的矿场出了事故 秀琳的生还也是一场阴谋 经历了一切的秀琳变得更加孤僻 就在案件一筹莫展的时候 事情又突然发生了转折 警察在失踪孩子家门前发现了孩子们失踪时穿的衣服 这时秀琳在自己屋后发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人 秀琳追他追到树林里之后 发现是一个看起来有点像变态的成年人 这个人尽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成民 秀琳吓着尖叫着跑开了 然后警察就又开始来调查 警察在寻山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日记本 以为日记本是秀琳的 就把日记本交给了秀琳 这本日记其实是成民写的 上面是用只有秀琳和成民才能看得懂的文字 记录了关于秀琳进到树洞之后成民所经历的事情 原来发光弹在洞里被拿出来之后就开始颤抖 几个熊孩子一合计就把弹给砸了 弹被砸了之后出现了一股神奇的空气波 然后时间就静止了 天空里的鸟 街道上的行人 操场上玩耍的孩子 所有的一切都停留在了杂弹的那一刻 一切的声音也都消失 几个熊孩子感到很新奇 开始吃喝玩乐 该静止的时间里待久了 三个小伙伴就想要离开这座小岛 但是海水也是静止的 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离开 这个时候成民的伙伴小胖孩笑喘发作死了 成民和另外一个小伙伴就很伤心的牵着 漂浮的小胖孩的尸体来到了沙滩上 挖了个坑将小胖孩给埋了 不是 成民和另外一个小伙伴都长大了 但是他们的世界时间却依然在静止 两个人一直怀抱着一个希望 觉得自己成人之后就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 可是后来他们渐渐的发现 即使他们成人之后 依旧无法改变此刻的现状 日复一日 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现实世界 成民为了见到秀琳 一直坚信自己可以回去 靠雕刻来转移注意力 渐渐的成民的小伙伴终于忍受不了 悄悄的离开了 成民找遍了整个岛 终于找到了小伙伴 原来小伙伴选择了跳海自杀 这时绝望的成民也选择了跳海 就在成民跳海之后 时间恢复了正常 看完日记的秀琳 此刻也已经深信不疑的相信了 之前见到的那个变态怪叔叔就是成民 于是来到了山里的小木屋找到了成民 相认的两人抱头痛哭 秀琳决定帮助成民找回自己的身份 想让大家相信成民还活着 而且已经长大 秀琳开始帮助成民改头换面 并且想通过孤儿院的院长 证明眼前的这个大男孩就是成民 但是秀琳却被他的继父给带走了 并且关了起来 然后成民就来找院长了 然而院长并不相信这么荒谬的说法 成民就被当成了变态 成民把秀琳从家里救出来之后 两人决定要一起私奔 但是这个时候 秀琳的继父发现了成民的存在 就在成民和秀琳要走的时候 继父出现将成民给打伤 但是并没有拦住他们 被警方发现的成民 被定性为恋同屁 警察也全面地公布了两人的照片 成民被全面通缉 就在两人准备逃离这个岛的时候 被警察发现了 秀琳为了成民不被抓 留下来拖住了警察 并被带回了医院 秀琳为了去找成民 又从警察的监视下逃了出来 秀琳又回到了那个树洞 并且又找到了一颗会发光的蛋 为了证明男主的身份 就想要打碎蛋之后 让时间再一次停止 这样大家就会知道 自己和成民说的都是真的了 但是成民并不愿意 他知道时间静止是多么的痛苦和绝望 不愿意让秀琳也进入到静止的时间里 但是此刻警察已经找到了他们 并且拿着枪对着成民和秀琳 秀琳声嘶力竭地解释 想要证明成民不是罪犯 可是警察肯定不会听啊 一阵混乱之后 秀琳和警察头头一起掉下了悬崖 就在秀琳要掉下悬崖之际 成民为了救秀琳又一次打碎了发光蛋 救了秀琳和警察头头 但是成民的时间却再一次进入静止 而这一次等待他的将是十几年的黑夜 故事的最后 一切似乎都尘埃落定了 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秀琳跟着爸爸离开这座小岛的时候 在轮船上 秀琳再一次遇到了已经两病斑白的成民 对于成民来说 这个世界唯一让他活下去的希望 就只有秀琳 虽然时间被掩盖 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孩子般纯洁的心 最后我也有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 其实我的时间也是被隐藏过一段 其实我现在才十六岁 花几岁 对 花一样的我 希望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太难得了 我是娘子 爱你们哟 那么的